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台达新一代的运动控制系统 以及其工程软体 那今天的简报总共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则是我们运动控制器 AX Series以及它相对应的软体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我们运动控制系统 以及工程软体的一个简介 那第三部分则是我们 技能机台建置软体平台 DI Studio的一个介绍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 诚如刚刚两位讲师 他们介绍了很多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运动控制的产品 当我们要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遇到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多的产品 我们要怎么去挑选一个 适合我们专案的一个产品 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选择完产品之后 我们怎么去开发我们的一个项目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 所以台达这边推出了 DI SELECT这套选行软体 那这套选行软体总共有分 电脑版以及手持装置版本 支援的是Android的Sys系统 这套软体我们整合了产品资讯 所以我们的使用者 只要透过简单的一个产品 规格的一个筛选 就能够快速的找到 我们所需要的使用的一个产品 透过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个产品参数 比较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同时在一个画面 显示四个产品 那比较它不同产品之间的 规格上的差异 能够更精准的让我们的客户 挑选到最适合自己项目的一个产品 同时呢 在选完产品之后 这套软体也提供了一个 材料清单的自动产出的一个功能 那方便我们的用户直接 可以利用这个产品材料清单 然后去做一个下定的动作 那有别以往 我们挑选完产品之后 还要再去做一些key单 那过程中有可能会有一些物质的动作 那目前 透过我们这个 自动产生材料清单这个功能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同时我们也提供一个 伺服选行精灵的这个功能 使用者可以透过 step by step的方式 能够快速的去挑选到我们的 伺服驱动马达等等的产品 好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DI SELECT的一个画面 好那选完了机种之后呢 再来我们要面临到的就是 怎么去开发我们的一个 运动控制系统的一个 这个功能 这里我们台达提供了 DI DESIGN AX这套软体 那这套软体是基于 CodeSys这个系统 我们去做一个扩增的这个动作 进行开发 虽然这套软体在去年底才刚上市 那可是呢 因为CodeSys这套系统其实在市场上已经运作了十几年 所以我们继承了这套软体下去开发 所以我们享受了它的一个产品的稳定度 同时它这套软体也已经有提供一些蛮 符合人性化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同时它也是符合IEC6131-3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套软体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困扰 而且能够享受它的一个蛮便利的一个编辑环境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运动控制系统和工程软体 在台达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我们总共有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软体 第二个是运动控制器 第三个则是现场装置 那在软体的部分 则是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的一个地方 就是去介绍我们DI DesignedX这套软体 在运动控制器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则是有支援PCBASE以及 PLCBASE的运动控制器 同时它也可以搭配我们的人机界面去进行一个产品的应用 在现场装置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则是有支援EtherCAD的一个伺服驱动器 以及EtherCAD的远端Io模组 那同时它也支援我们的变频器 甚至是我们也可以搭配我们的robot或者是我们的机器视觉 来去做一个搭配使用 去建构我们的自动化一个运动控制的一个系统平台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DI DesignedX这套软体 那刚刚讲过它是基于CodeSys平台去做一个扩增的一个动作 那这套软体呢在这边去完成我们的程式编辑 还有我们的参数设定 甚至是调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此呢可以大幅的去节省我们的用户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时间以及成本 同时呢我们这边有提供的一些专属的功能块 让我们的用户在开发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能够透过这些功能块 让我们的快速的去完成我们的项目的开发 好那在DI DesignedX这里面 我们主要有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Programming编程的部分 第二个则是它主态设定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则是它调试的部分 在编程的部分呢 它是符合IEC6131-3这个标准的编程语言 那同时它已经有内建PLC Open Motion Control的一个功能块 它支援单轴及多轴运动 那因为这套软体本身它是支援一个二次开发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的客户可以利用这套软体 然后把自己的过去开发的功能块 再进行二次开发 可以去克制成自己所需的功能以及元件 在主态的部分呢 我们则是有提供的 属于比较user friendly的一个使用者图形的一个界面 可以利用这些图形化的界面去快速设定台达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产品的配置 例如我们有PLC的一个IO模组配置 甚至是我们的变频器或驱动器的一个参数设定等等 在调试的部分 我们有支援ECAM这个功能 那同时有支援高效能的试破器 方便我们客户在开发专案的时候有遇到一些 系统的一些调试的问题 能够利用这个试破器去找出问题的症结点 好 同时我们有支援一些台达的一些功能块 那可以方便客户快速切入行业应用 在快速复制这个功能则是有提供了一些 让使用者透过一些简单的设定 能够轻松的将我们现场装置伺驱动 或者是变频器 他的参数去做一个复制 或者是去做一个恢复还原的这种动作 那这种这个功能在我们一个项目开发完成之后 要去做一个大量的复制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会很很有用 让我们可以快速去复制我们的产品 另外一种情境则是我们产品在运行的时候 可能当某天我们的驱动器 或者是我们的变景器有发生故障 我们可以快速的拿另外一台过来做替换 那并且把里面的参数 透过我们一些整单的设定 去把里面的参数进行恢复的动作 同时我们这边使用的DI-Designer AX 它里面编程所使用到的一个变数 它也可以轻松的在我们DI-Screen这边 也就是我们的HMI的一个编辑的软体上面去做使用 使用者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做一些变数的一个输入的方式 即可以直接透过选取的方式去进行对 HMI的里面的元件去做一个指定直派的动作 好 那再来功能块的部分 台达目前有提供了46的功能块 这一些就是台达目前克制的部分 那再加上CodeSys它原生的一个功能块 目前总共有91个 后续台达这边会针对行业应用的部分 我们再去做一个功能块的开发 那这部分会依照我们前线收集到的回馈 我们来决定到底是要支援哪些行业应用的功能块 再去做开发 那陆续再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去使用 好 那刚刚我们有讲过我们的DI-Designer AX 只是基于CodeSys去做一个扩正的动作 我们这边这张表就是来去比对 CodeSys跟我们DI-Designer AX的差别在哪边 我们可以从这边这个表格来看 我们在模组硬件配置 Io设定 网路图轴设定这一边 在CodeSys这个系统里面 它都是以表格式的方线去做一个呈现 可是在我们DI-Designer AX这边我们有进行一些优化 我们将这几个部分都以图形的方式去呈现 让我们使用者在学习上能够更轻松更直觉的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操作以及设定 同时我们也提供了直觉式的坐标系转换设定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的做一个介绍 好那在模组图形UI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好我们这边在DI-Designer AX提供一个这个相当人性化的一个 一个操作设定 使用者可以透过拖拉或者是双级画面的方式去对我们的控制器 去配置他的一些AIO DIO等等的模组 在Io设定部分 我们同样也是提供一个图形化的一个设定 设定画面 那使用者可只要在上面去做一个勾选即可完成Io设定的 设定的这个功能 那在网路图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可以一目的了然的去看到我们 这个项目里面所使用到的各种网路以及每个网路上 他所连接上的设备到底哪些有哪些我们的一个产品 这是相当友善的一个功能 那在轴设定的部分呢 我们则是提供了一些机构图形以及回源点的一个图示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的使用者可以很轻松的去设定我们的这些轴的参数 那另外在轴组设定的部分 我们这边则是有提供了一个直角坐标系转换设定的一个UI 这部分都是跟我们原生就是CodeSys这边的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就是说台达这边其实投入了相当大的一个人力 去设计这些功能来去满足 来去让我们的客户去操作的时候能够更加便利 然后去节省我们的用户的RD他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时间 好那在功能块的部分除了PLCOpenMotionControlFunctionBlock之外 台达这边也提供了DeltaMotionControlFB 这些是台达这边自行开发的一个功能块 这些功能块都是可以给我们的用户在他的系统里面去做一个使用 可以增加整个开发专案开发的一个时程的一个进度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部分 在整个运动控制系统里面我们在软体部分我们可能会用到的就是DI SELECTOR这个选行工具 那在工程的部分我们会使用到DI DESIGNER AX去针对我们的控制器 以及我们的一些驱动类产品去做一个程式编辑或者是参数的设定 另外我们也可以将我们这些变数透过资料共享方式分享给我们的 人机界面的软体DI SCREEN去使用 在网路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ETHERNATE去连接我们的ROBOT以及我们的一个视觉系统 那透过Mobus这个网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变频器这些去做一个交握 Execute的部分我们则是可以透过这个Execute的网路去串接我们的交流伺服驱动器以及我们的远端Io模组 那这一整个overall就是我们一个运动控制系统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呈现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DI DESIGNER AX 它到底有具备了哪些优点 第一它省时 第二省能力 第三省成本 那在省时的部分呢 因为它这套软体可以同时去完成程式的编辑 参数的设定以及调剂 那因此我们的用户在操作使用这套软体的时候 是会相当的便利的 同时它的编程的部分是符合IEC 6131-3的一个国际标准 因此呢只要有熟悉这套标准的人 在去对这个程式去做编程学习的时候 都会相当的快速 同时我们也将资料共享 在不同软体间的资料共享也做了一些优化 那使用者在这做这些资料的交换的操作 会相当的省时 好那在省力的部分 我们台台有提供专属的功能块 这些功能块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快速的去做一个 专案的开发 同时这套软体有提供二次开发的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在 平常去开发自己的功能块 把自己的knowhow都写在我们的功能块里面 后续的项目可以持续的拿来去做一个使用 结合刚刚两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产品推入到市场里面 在我们AX8 Series这个运动控制器里面 我们还有内建人机的一个功能 人机界面的功能 那所以说这部分也可以让 替我们客户省下不少的一个成本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部分 智能机台建置软体平台 DI Studio 好那这一套是我们去年底 正式推出一个软体 有别以往我们过去的产品 有不同的有变频器有 PLC有四伏 这些不同的软体都有 不同的产品都有对应的软体 那我们这一次DI Studio就是 整合这些软体 然后在一个单一的平台上 然后让我们这套软体 可以同时支援台达全系列产品的功能 好我们这一些整个操作 只要透过连接上位机 我们就可以针对整个专案 不管是PLC或者它的消位机 呃变频伺服去做一个呃 城市的编程设定以及监控调使 这些动作都只需要连接在上位机 就可以达到以下的这些功能 好那DI Studio 它其实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呃 工程调试类的第二个 则是它的呃工具类 那在呃工程调试类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有一套DI SELECT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选型软体 在工程调试这个部分 则是有分CodeSys的一个系统 以及非CodeSys的系统 那分别使用是DI Designer AX 以及DI Designer这两套软体 来去做我们的呃 产品的开发 同时我们呃可以去整合我们的DI Screen 也就是我们的HMI的一个人 的软体去做一个编程HMI的设定 好在上面这些软体主要就是透过我们呃 的一个DI installer这套工具去 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 包含呃我们日后这些软体 有补丁的一个更新的一个项目 我们都是在统一在这个DI installer上面去做一个呃 软体的一个更新 另外这套Car Manager则是去去做一个 他是一个呃通讯的一个软体 他主要是负责去对我们上位的软体DI Designer 以及我们的产品去做一个讯息的交我 那同时他也支援了一些联缘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啊我们DI Studio 他有一个专属的自己的软网站 那里面有放置一些教学影片以及文件 大家可以上这个官网去做一个查询 去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 再来这个DI Studio他有哪些呃优点呢 第一个他是一个呃便捷以及友善的一个 编程环境以及设定环境 那他有支援呢我们国际的标准 那同时在我们呃 DI SELECT这套选行软体的 他的存档就是一个AM 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格式 这些格式可以汇出啊到EPLAN去使用 同时我们这一些呃 呃规划好的透过DI Designer AX或DI Designer 哦这两套软体编辑好的一个程式 他的变数都可以直接去跟我们DI Screen 去做一个共享的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好那我们该如何得到这个软体呢 首先我们要进入我们DI Studio的官网 那我们要先做一个呃注册的动作 注册有了账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中心这边去下载 我们的软体以及他的呃 操作手册 同时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些呃 FAQ 那大家也可以下载来观看 在网页部分我们有一些教学影片 可以方便大家快速上手 那右边则是我们的下载连结 好今天呃我们的呃 运动控制系统以及他的工程软体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目前已经到此告一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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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